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Hello 大家好 今天啊 邱医生要回答一个昵称啊 叫大宝二宝都是我的宝 应该是一个妈妈 她所问的问题 她说邱医生 你好 女性啊 基础代谢是1200大卡左右 跑步消耗了350大卡左右 那么她问说 减脂期间一日三餐总热量该怎么吃 可以达到健康减肥的效果 好 那么大宝二宝都是我的宝呢 她问的很好 她就说这个减肥呢是为了健康 美丽是附加的价值嘛 对不对 体态变好 那个是怎么讲 附带的好处 当然你也可以反过来说 你是为了追求体态的完美 那附带有健康的好处 其实都可以的 反正就是说 这个把我们 会影响我们健康的这个 高的这个体脂呢 把它降下来 其实就是我们健康 追求健康最主要的目的了 好 那这里有讲到一个重要的概念 就是说我们一般人 如果你的新陈代谢 一天需要是1200大卡的话 那这个素质很重要 你一定要先知道自己的新陈代谢是多少大卡 然后呢 你的饮食呢就是怎样 不要低于这个基础代谢的热量 这样子就可以帮助你健康减肥了 举例来说呢 大宝二宝都是我的宝呢 假设你的基础代谢是1200大卡 那么呢 你每天啊 一定要吃到1200大卡的热量 这怎么算呢 这个当然有它的一些 算的一些方法 那今天先不谈这个 怎么算你一天吃的总热量的问题 我先讲这个概念性的问题 好就是 你呢 一天加起来的总热量 不要低于你的新陈代谢 好 维持住这个热量 多个100-200没有关系啦 不要有挂碍 不要那么的担心紧张 大概就是 比基础代谢 等于或者多一两百大卡 这样就可以了 好那这样就会有减肥的效果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啊 我们一天当中消耗的热量 不是只有基础代谢消耗的热量 我们还有 吃东西的消化产热 这是第一个 还有另外一个呢 是我们的日常活动 也会帮助你消耗热量 那日常活动消耗的热量 大概多少呢 那个日常活动要看你的 这个 它的劳动程度 比如说你是轻微的运动 还是中度运动 还是剧烈运动 剧烈运动的人 有时候那个热量 可以达到新陈代谢的百分之五十 那换句话说 如果你是一个运动员 可能呢 你今天的新陈代谢是一千两百大卡 你可能运动就帮你消耗到六百大卡以上 那么中度的运动呢 就是大概三十%左右 三十八左右就是你讲的 三百五十大卡左右 对不对 中度运动包括什么 包括你可能有慢跑一下啊 或者是你有骑个单车啊 你有做一点小小的运动啊 这种就是中度的运动 那中度运动就可以消耗掉 新陈代谢的大概三十八到四十八 所以呢 你想想看哦 如果你今天吃的热量是一千两百大卡 那么你的心脏的跳动 脑部的思考 肾脏的排尿 肝脏的解毒 都可以帮助你用掉这个一千两百大卡的热量 那你维持住够了 可是你的肌肉要维持你的体温 要产热 你要有日常活动 你还要吃东西 用掉一些热量 这些热量从哪里来 就是从你的燃烧脂肪来的 为什么 因为你一千两百大卡 刚好够你的肝心脑肾 四大器官的热量 那么活动消耗 跟消耗产生的热量 因为食物当中无法公益 那么就会去把你以前储存在 脂肪细胞当中的热量 把它慢慢慢慢消耗掉了 这样就可以帮助你健康减重了 加油吧 想知道更多科学瘦身的知识吗 请上网搜寻爱瘦美 还能什么 赶快加入吧